第一签零二十一张打脸 名霞殿 如夫人将孩子给了奶娘 匆忙赶到 急事拦住了已经走出正殿的百花宫一行人 一行人气鼓鼓的 脸色十分难看 公主怀中抱住魏小宝 魏防日头太大刺得他眼睛难受 林莺在二人头顶 撑了一柄闭日的桃花伞 小虎被苏莫抱住 也是睡着了 大虎 二虎被苏小小牵着 呆萌可爱 不少宴会上的宾客的目光都追着三胞胎 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三胞胎 还是长得如此玉学可爱的 不少夫人千金见了他们之后 连成竹府的小公子都没兴趣了 只想抱住三个小家伙 呱一呱 自然 他们爹娘的容貌也是极佳的 算了 百花宫上上下下就没一个丑的 不论男女老少 看百花宫的人总有些看不够 姬夫人看了眼独自喝闷酒的鸡鸣楼 冷冷一笑 云公主请留步 如夫人叫住了百花宫一行人 她为了能及时赶上 把这个月积攒的力气全都用完了 整个人喘得不行 百花宫一行人淡淡地看向她 大虎也在看她 二虎在玩苏小小腰间的小玉石 如夫人挤出笑脸 和颜悦色地说道 喜还没吃完呢 怎么就走了 今日也是小宝的满月宴啊 哪有百花宫先走的道理 公主嘲讽地说道 城主府的福气 我们百花宫销售不起 如夫人全当她是在埋怨海长老 污蔑端木齐一事 她也很生气地好骂 好端端的满月宴 让海乌鸦给搅和成什么样子了 可海乌鸦毕竟是城主府的长老 城主可以责怪她 自己却不能不给她三分薄面 如夫人笑了笑 说道 我想海长老一定是受了奸人蒙蔽 我听闻前不久 六大派冒犯了百花宫 想来其中也定有误会 不如趁此机会 与各大派说清误会 彼此和解 她故意将天玉堂忽略了 公主冷哼道 和解 他们都打到我百花宫头上了 谁要与他们和解 我正打算等着孩子长大些 我好一个一个打回去呢 如夫人一夜 此时名霞殿政 偏殿的各大门派 听到了她霸气十足的话 老实说 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如果就此忍气吞声 那就不是百花宫的云霜公主了 六大派也是投铁 连百花宫都敢欺负 不过话说回来 出动料如此多的高手与弟子 居然没攻下一个百花宫 几大派颜面扫地啊 连花宗 藏剑山庄 乌山派 罗汉门 七亲门 五毒教的人都来了 严格说来 这六大派才是攻打百花宫的主力 天玉堂的鸡鸣楼尽管也在场 可那晚的鸡鸣楼十分古怪 一开始是与百花宫公主打得不可开交的 后来又去帮百花宫对付他们了 百花宫真是好大的口气 说话的是莲花宗宗主 他的徒儿 红莲圣女 今日也来了城主府 公主毒舌地说道 怎么 你徒儿输给了我儿媳的护卫 你这个做师父的 是要替他出头吗 就怕你是虚张声势 没着贼心 没着胆子 莲花宗宗主拍桌而起 五毒教教主冷冷地说道 这里是城主府 我奉劝你不要太嚣张 临音挺身而出 我家公主几时在城主府嚣张了 我家公主明明在整座千山岛都很嚣张 苏晓晓 所有人 行了 大家都别吵了 如夫人拿出来主母的威严 压下了其余门派对百花宗的不满 他听出云霜对儿媳的疼爱了 转头看向苏晓晓 二少夫人 今日是我招待不周 海长老的事 我一定会劝城主彻查的 有人想离见城主府与百花宗的关系 我们还是不要中了奸计才好 才不是离见双方关系呢 单纯想对付公爹和我们几个而已 苏晓晓看破不说破 多谢如夫人款待 时辰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我娘请你们留下 是给你们颜面 你们百花宗不要不时抬举 伴随着一道清冷俱药的声音 一名深住湖蓝色群山的年轻女子 缓步走了过来 她五官精致 容颜与夏侯卿 如夫人有几分相似 她又叫如夫人娘 其身份不言而喻 夏侯卿与如夫人的女儿夏侯阎雨 她已出嫁 夫家是影视门派的后人 今日也来了城主府 再来明霞殿的偏殿门口 与几个故郊碰上了正在寒暄 公主呵呵道 一个妾室 好大的抬举夏侯阎雨 眸光一凉道 我娘已是城主夫人 你们百花宗修得胡言 这声音极大 所有宾客都听见了 如夫人欲言又止 苏晓晓笑了笑 夏侯阎雨不悦道 你笑什么 彩莲走过来 小声对夏侯阎雨 耳语了几句 夏侯阎雨柳梅一簇 还未宣布 彩莲低声道 被海长老闹的 耽搁了 不过方才城主 已经和夫人说了 出来就会 丽夫人为城主夫人了 夏侯阎雨神色一松 既如此 那我也没说错 我去见爹公主道 我们走 如夫人 云公主 夏侯阎雨 挽住她的胳膊 声音很大 冷嘲热讽地说道 娘 有些人给脸不要脸 你再怎么宽容大度 也没用的 马上就是你的 城主夫人之理了 我们赶紧进去准备吧 众人也觉得 百花公 太不给如夫人面子了 从前不待见 如夫人倒也罢了 眼下如夫人 即将为城主夫人 还这么拧着来 百花公的好日子 到头了 夏侯阎雨 与如夫人 回到了厢房 没能当场 为两个孩子 结下娃娃亲 有些遗憾 但一想到 自己马上就要做 城主夫人了 娃娃亲日后再提 也一样 如夫人望着 铜镜中一身滑浮 珠光宝气的自己 眉眼间 扬起一抹笑意 不枉费她苦等 二十四年 终于熬到头了 明明她也出身显赫 只因比芸汐 晚出现一步 就只能屈居 妾室之位 芸汐 你到死都没 坐上去的位子 如今是我的了 夏侯阎雨笑道 我去叫爹 一会儿 她爹会牵着她娘 去接受 所有人的参拜 正式确定 她娘的身份 她自此 也是城主嫡女了 夏侯阎雨 兴高采烈地 去了夏侯卿所在的厢房 可当她推开房门时 却发现里头空荡荡 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爹呢 他忙问门口的侍卫 侍卫道 城主出去了 夏侯阎雨一正 去哪了 侍卫道 不清楚 我爹可有说何时回来 今日 不回来了 什么 夏侯阎雨 如遭当头一棒 今日是她娘和弟弟的 大日子 她爹就这么撇下他们走了 究竟发生了何事 比她唯一的妻子与儿子 还重要吗 第1022章 父子相见 夏侯阎雨 失魂落魄的 回料如夫人那边 如夫人刚刚又 是带了一只新的布摇 心中颇为满意 做妾室的 衣着打扮上的规格 不能逾越身份 如今可算是 能戴上布摇了 她不经意的一瞥 看见了女儿 失魂落魄的样子 她自然不会想到 是自己这边出了状况 毕竟方才城主 还亲口应允了她 于是她问道 是女婿又惹你生气了 你呀 该收收自己的性子了 不能三天两头 占住城主千金的身份 不给女婿台阶下 夏侯阎雨的眼眶红红的 如夫人没从 同镜里看她了 直接转过身来 叹气道 怎么还哭上了 到底多大的委屈 非得在今日 夏侯阎雨委屈道 我倒希望是我这边出了事 此时不仅关乎 她娘一生的名分 也关乎到她的敌数 谁不想做 城主府的敌出千金呢 你倒是说呀 怎么了 如夫人今日实在 没多余的心情 处理女儿的任性 夏侯阎雨道 爹走了如夫人一愣 你说什么 夏侯阎雨伤心地说道 爹突然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今日 怕是回不来了 谁告诉你的 如夫人不信 你弟弟满月 天大的事 你爹也会等到明日 何况我也没听说 岛上出了大事 各大派都来了 真有事 在城主府就解决了 用得住出府 夏侯阎雨哽咽道 娘不信的话 去问爹的侍卫好了 如夫人欲言又止 不由地捏紧了手指 那你爹 可有留下什么话 譬如宣布他为城主夫人 这时 谢景年过来了 谢景年在门口 冲如夫人行了义礼 如夫人 义父有吉士 需要出府一趟 让我代位完成 弟弟的满月里 谢景年的那句 如夫人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霹在廖如夫人的头顶 夏侯阎没有改称呼 夏侯阎将代位 完成他儿子的满月里 一个字没提 他将他台位城主夫人 他的脸瞬间褪去了血色 他仍不死心 正正地看向谢景年 你 你义父 可还有别的交代 却有一事 快说 宴会完毕后 彻查海长老一事 如夫人心底的 最后一根线崩断了 他委屈的泪水 夺矿而出 只都止不住 他不想让谢景年 看见自己的狼狈 强忍着地转过身去 可他不停颤抖的肩膀 还是出卖了他的情绪 谢景年平静地说道 如夫人若是没什么事 我先去款待宾客了 如夫人的指甲掐紧了掌心 你可知 城主为何离开 谢景年到 不知谢景年走后 如夫人看住梳妆台上 满满几大匣子的珠宝首饰 气得双手一抡 全部摔在了地上 谢景年在院子里 听到了里头的动静 他的步子顿了顿 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从容淡定地 去了艳客的正点 屋内 彩莲劝道 夫人 您先别难过 城主一定是有要紧事 才会离开的 城主已经答应您了 不会食言的 等他回来 就会让您当上 城主夫人了 如夫人那那道 他会吗 彩莲安抚道 夫人 您要相信城主啊 城主不是招令西改之人 况且他走得这么急 心中必定万分愧疚 等回来 说不定还会想法子 补偿您呢 夏侯烟雨也点了点头 没错 娘 爹早把消息放出去了 并不是对您一人的承诺 他和外公 舅舅也是这么说的 他总不能当众食言 何况我也想不到 爹有什么理由食言 又不是那个叫芸汐的女人 又活过来了 彩莲赶忙附和 是啊 夫人 大小姐说得对 夏侯烟雨神色一冷 百花宫刚走 爹便出了府 会不会是他们倒的鬼 彩莲 你照顾我娘 我去通知外公与舅舅 彩莲应下 是 大小姐 秋风萧瑟 夏侯卿将秦宫施展到了极致 在看到那张纸条后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追了出来 明霞殿内虽高手如云 可大家都在饮酒作乐 喧闹非凡 注意不到不足为奇 但城主府的护卫尽忠职守 竟也无人察觉到有人闯入 这就很奇怪了 要么 此人轻功绝顶 要么 此人今日就在明霞殿中 不论是哪一种 他都要一定要把此人揪出来 东南方 夏侯卿 感知到了树叶轻微的动静 他大步一脉 腾跃而起 踏波走浪一般 朝动静的方向掠了过去 他来到了一片密林 动静又消失了 他落在竹林中央的空地上 警惕的四周张望 气场凌厉地说道 何人再次装神弄鬼 出来 一阵微风拂过 右侧的树叶沙沙作响 他侧耳一动 抬手打出一掌 一道身影腾空而出 从一棵大树 跃上了另一棵大树 身影似乎没有下来的打算 就那么双手抱怀 站在树枝上 夏侯卿冷冷地看向他 是你给我写的纸条 对方戴着全脸面具 连下巴都遮得严严实实的 面具下传来漫不经心的男子声音 我只是奉命送信而已 听声音有些苍茫 夏侯卿问道 谁让你送的 对方伸出五根手指 夏侯卿不剪 什么 对方道 五百斤 一条消息 夏侯卿眉头一皱 不是为五百斤 这点小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而是他出来的急 没带 对方又道 打欠条也可以 我带了纸笔夏侯卿 夏侯卿答应了 夏侯卿留意到 对方拿出纸笔时 连手上都是戴了手套的 浑身上下没有一寸露出来 脖子也遮住了 夏侯卿当即猜出了一点苗头 对方收下欠条 夏侯卿道 现在你可以说了 对方自怀中抽出一个小竹筒 答案在这里 有本事就自己来拿 说吧 他立即施展轻弓溜了 夏侯卿当然不会放过他 一路追着他穿过林子 七弯八绕的 居然来到了一处悬崖边 夏侯卿目光威严地说道 我看你还往哪逃 对方一步步靠近悬崖 夏侯卿冷声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乖乖把竹筒交出来 或者你老实交代 我不杀你 对方不肯就范 夏侯卿抬起手掌 突然 对方望着夏侯卿身后 大喊一声 你儿子 夏侯卿的确听到了脚步声 下意识地扭头一瞧 就在此刻 面具男子突然纵身一跃 带着竹筒跳下了悬崖 夏侯卿脸色一变 赶紧飞身一扑去抓竹筒 奈何晚了一步 竹筒与人一同跌下了无尽深渊 可恶 他一拳砸在了山石上 他深呼吸 压下翻涌的杀气 缓缓站起身 转过来看向来人 我记得你 你是云领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可不是去百花宫的路 第1023章 似乎掉马 夏侯卿旋即想到了 那个戏耍了自己的面具男子 云领出现得太过巧合 不免让人怀疑 他与那人是不是一伙的 夏侯卿的眼神里 浮现起了一丝怀疑 凌云望料望悬崖 说道 那个人抢了我银子 我追过来要钱的 这么一说 夏侯卿倒是打消了几分疑虑 以那家伙 连城主都敢讹诈的尿性 会干出打劫 百花宫少公主的行径 不足为奇 你没和你爹娘一起吗 夏侯卿问 平云霜的武功 那个人是绝对讨不到便宜的 凌云说道 他们先回百花宫了 我自己出来走走 夏侯卿点了点头 这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起先小小几滴 顷刻间便宛若被一只大手 在云边苍穹撕裂了一道血口 痘大的雨点倾盆落下 整片山林都笼罩在了一片骤击的暴雨中 凌云身形单薄 庞扶风一吹就能带走 夏侯卿看了他一眼 眉心微醋 先找个地方避避雨 要是把云霜的儿子淋坏了 回头云霜又得和城主府划清界限了 夏侯卿走了几步 见凌云没跟上来 他回头瞧了瞧 发现是自己走太快 这孩子身子鼓弱 又非习武之人 在暴雨的冲刷下 行迹艰难 他折回去 将自己的外袍脱了 罩在了凌云的头顶 走吧 二人在附近寻了一处狭窄的山洞 暴雨连天 洞内洞外一片幽暗 夏侯卿身上也没个火折子 凌云倒是带了 可这位养尊处优的少爷 不会生火 我来吧 夏侯卿说 凌云将火折子递给了他 夏侯卿将洞内的干柴十多吼 又抓了一捧枯叶 用火折子生了一堆火 八月底的千山岛 已有了深秋的冷意 幸亏是有火 不然凌云这身子鼓 非得冻坏了不可 夏侯卿的目光 落在凌云的身上 凌云戴着一只 遮到鼻子的半脸面具 只露出一双沉浸的眼睛 淡色的唇与轻瘦的下巴 有端木齐的事故在先 夏侯卿于是没问为何 他也戴着面具了 洞内很安静 只剩暴雨的声音 以及干柴燃烧爆破 发出的琵琶声 夏侯卿开口问道 你好像不怎么在岛上走动 是不爱出门吗 凌云道 小时候 我娘不让我出门 为何 夏侯卿纳闷 凌云拿起一根棍子 拨了拨面前的柴火 我娘说 岛上很危险 待在百花宫才安全 想到百花宫与各大派的关系 夏侯卿张了张嘴 倒也不至于此 凌云不再说话 夏侯卿看住她 或许是同位云家人的缘故 夏侯卿不免想到了云西 夏侯卿问道 你娘和你提过你姨母吗 我是指你二姨母 云西凌云道 我只有一个姨母 对于她不认允许的事 夏侯卿并不意外 就是她凌云淡淡说道 城主在今日问起云西 不觉得不合适吗 夏侯卿噎了噎 她惭愧一叹 当年的事 是我对不起你姨母 凌云一脸淡漠地说道 人都死了 城主也令你心慌了 就别再装作一网情深了 夏侯卿脸色一沉 敢如此和她说话 简直放肆 她容忍云霜 是因为云霜是女子 又与她平辈 她一个小辈 有什么资格 对长辈阴阳怪气 凌云却彷复 没感受到她的怒火 依旧是淡定地用木棍拨弄住火堆 她的左手抓住右手的袖口 露出一截受可见骨的手腕 夏侯卿看了一眼 怒气渐渐平息了 你娘不给你吃饭的吗 凌云道 你是我爹吗 要你管 你 说来也怪 她并非控制不住情绪之人 岛上大大小小的琐事 她都能沉着应对 极少动怒 可在这孩子面前 她怎么就是这么容易被激怒呢 不管就不管 她又不是没儿子 如果那个人没撒谎的话 芸汐当年为她生下了一个儿子 平安活到现在 那个孩子会在哪里 自然 这个消息极有可能是假的 目的是阻止她将姬婉如台位正式 如此一来 百花宫的嫌疑很大 悬崖峭壁 暴雨滂沱而下 魏婷拦腰挂在一株牙板上 被淋成了湿答答的落汤鸡 她在暴雨里打着雪儿 面无表情地说道 师父 再不把我捞进去 我就要淋没了 求老坐在山洞里 扎扎嘴 很是心不甘情不愿地 用木钩子 把这个不承认的徒弟 捞了进来 魏婷摘掉面具与手套 脱掉湿漉漉的外袍 扔给锦衣 儿子 考一考 锦衣一脸拒绝 自己考为六郎问道 小七 夏侯卿没认出你吧 魏婷回想了一下夏侯卿的反应 任应当没认出来 不过 她大概猜到 我是个年轻人了 她故意模仿了苍老的声音 但夏侯卿的目光 在她的脖子上 与手套上来回流连 或许早已猜到 自己是在遮掩年龄 魏六郎担忧地问道 公主要是知道了 会不会生气啊 魏婷自怀中 拿出五千两银票 无奈叹道 我也不想啊 可是大哥给的太多了 魏六郎 锦衣给了她一个 鄙视的小眼神 魏六郎嘀咕道 夏侯卿有这么容易上当吗 一个死了那么多年的人 就因为一个陌生人的一张纸条 就轻易相信 不可能吧 魏婷道 她当然会怀疑事件的真假 笨 七成 不对 现在是九成九了 因为我又耍了她一通 魏六郎皱眉道 这么说的话 一会儿雨停了 她是不是就得回城主府 继续抬入夫人 为城主夫人了 咱们岂不是白忙活了 魏婷挑眉一笑 六哥 要不要打个赌 魏六郎问道 赌什么 魏婷道 我赌夏侯卿会去百花宫 五千两魏六郎道 我只有一千两魏婷看向锦衣 你呢 锦衣道 我不和你赌 魏六郎道 一千两就一千两 赌不赌 魏六郎 不赌魏婷 我押五千两魏六郎 成交 两刻钟后 雨停了 夏侯清冷静下来之后 将前因后果也想通了 自己十有八九是中了计 那家伙就是来捣乱的 这时 千及格的人与夏侯烟雨 也寻到了此处 城主 楼不凡顶住缩衣下马 拱手行了一礼 夏侯清微微汗手 爹 夏侯烟雨也翻身下马 快步朝山洞走来 他一眼看见了一旁的凌云 我在明霞殿外见过你 你是百花宫的人 夏侯清道 他是百花宫少公主云领 见他身上披着父亲的外袍 夏侯烟雨的柳梅就是一簇 自小到大 他都是父亲唯一的掌上明珠 哪怕父亲有了几个义子 可亲疏有别 他们之间与其说是父子 不如说是君臣 父亲的疼爱 从来只给他一个人 连几个哥哥都不曾享受过如此待遇 一个百花宫的少公主 何德何能 楼不凡问道 城主突然离开 可是有什么急事 夏侯清风轻云淡地说道 府上来了的刺客 我追了出来 碰上了云少公主 她不好说自己是被诃骗出来的 楼不凡狐疑地看了凌云一眼 对夏侯清正色道 千计格的弟子留下来抓捕刺客 我先护送城主回府 夏侯烟雨道 是啊 爹 娘和弟弟一直在等你呢 夏侯清望了眼悬崖的方向 说道 刺客跳崖了 你派人下去搜捕一下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楼不凡拱手 我会得夏侯烟雨 挽住夏侯清的胳膊 爹 我们回去吧 夏侯清下意识地看向凌云 楼不凡老人惊一个 当即笑着说道 云少公主的马车可在附近 我派弟子护送你过去 凌云淡淡说道 不必了 我自己走 她扯下外袍 起身出了山洞 夏侯烟雨娇撑地哼道 这个人 好生无礼 把爹的衣裳都弄脏了 夏侯清望着凌云单薄的背影 是才在暴雨中赶路 还未察觉 这会儿才发现 他的脚受伤了 虽极力遮掩 可走路的姿势明显很僵硬 凌云还真不是受伤了 她只是坐太久脚麻了 对方是云霜的儿子 也是云熙的亲人 她总不能将她独自一人 扔在这深山老林里 念头闪过 夏侯清大不留心地 朝凌云追了上去 夏侯烟雨气坏了 阁主 你看啊 楼不凡意味身长眯了眯眼 今日必须城主宣布 你娘为城主夫人 别的事都不重要 夏侯烟雨委屈的直舵脚 爹就是偏心 从前偏心云霜 如今偏心云霜的儿子 是不是百花公的一条狗 他都要偏心啊 楼不凡道 月儿 记住 你和你弟弟 才是城主的亲生骨肉 说吧 他快步上前 笑着对二人道 城主 我亲自护送云绍公主回去 若是云绍公主 少了一根头发 我愿以性命相抵 夏侯烟雨神助攻 大叫一声 啊 夏侯卿回过头 夏侯烟雨泪汪汪地说道 爹 我脚扭了楼不凡 立刻让弟子将马车赶了过来 城主 您先带雨儿回去吧 我一定将少公主 平安送回百花公夏侯卿 看住受伤的女儿 只能点了点头 夏侯卿与夏侯烟雨 坐上了回府的马车 终于可以回去了 夏侯烟雨 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马车一路驰骋 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城主府 大小姐 到了车夫说 夏侯烟雨打了个呵欠 爹 我们到了没有回应 他睁眼一瞧 脸色大变 马车里只剩他一个人 早已没了夏侯卿的身影 百花公 楼不凡亲自将凌云送到 看住弟子出来迎接他 才动身离开 凌云回了自己的青云宫 他刚一推开房门 就见夏侯卿等在他房中 他神色一正 夏侯卿手里拿着一张画像 是芸汐的 凌云拳头一握 谁许你进来了 谁许你动我的东西了 廊下的弟子们不敢吭声 在青云宫当差的 都是不会武功的 他们齐刷刷看向了一旁的圣女 圣女无辜地说道 我打不过他 凌云快步走过去 将画像抢了回来 夏侯卿定定地看住他 你究竟是谁 凌云露道 我是谁和你没关系 你给我出去 夏侯卿深深地凝视着他 忽然一把抬手摘了他的面具 第一签零二十四张 成主任儿子 夏侯卿要摘一个人的面具 还没摘不掉的 凌云的脸就这么猝不及防地 暴露在了夏侯卿的面前 这是一张与芸汐极为相似的脸 同时又继承了 另一个人的鼻梁与眉眼 无尽的熟悉感扑面而来 夏侯卿心口一紧 庞扶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握住 他一顺不顺地盯住凌云 嘴巴张开又合上 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凌云将他手里的面具夺了过来 转身带回脸上 并举步往外走 夏侯卿杀那间回神 二话不说扣住凌云的手腕 凌云低齿 放开 夏侯卿不放 和人在我百花宫闹市 伴随着一道霸气清冷的声音 公主凌空略来 紫色衣裙在半空展开 宛若盛放的紫莲 她一掌朝夏侯卿劈了过去 夏侯卿抬起左手与她队长 依旧没松开凌云 你抓捅我了 凌云没好气地说道 夏侯卿赶忙松手 公主稳稳落地 将凌云拽到了自己身后 警惕地看向夏侯卿道 原来是城主 城主放着自己儿子的满月烟不管 跑来我百花宫做什么 还来的是青云宫 公主没忘记自己 时才看到的一幕 她回头看了看凌云 没受伤吧 没有凌云道 公主吩咐道 去飞 凌霄宫找你爹未须 住在飞云宫 可她的寝宫 使凌霄宫差点露馅儿 凌云迈步往外走 慢住 夏侯卿叫住她 你先别走 我有话问你 公主旁一一步 挡住夏侯卿的视线 城主有什么事 冲我来就好 何必为难一个小辈 夏侯卿严肃地说道 我没为难她 只是有些事情 我必须弄明白 公主淡淡道 那你和我说 夏侯卿的目光 越过公主看向凌云 她也留下 这是城主的命令 她不说还好 一说凌云直接 头也不回地走了 夏侯卿 公主暗暗抓马 臭小子 你这样让我很难掩啊 公主倾咳一声 道 她自幼待在百花宫 鲜少与外人来往 还请城主见谅 夏侯卿直勾勾地盯着她的双眼 是她不与外人来往 还是你不许她与人来往 公主反问道 城主此话何意 夏侯卿道 她是谁的儿子 公主道 我大 还用说 是吗 夏侯卿狐疑地问道 可为何有人告诉我 芸汐当年为我生下一子 并且孩子一直到现在都还活着 公主心里咯噔一下 面不改色地问道 这是何人在胡言乱语 你为了一个鸡碗如 在我姐姐怀胎三月时将她打伤 我姐姐当晚便动了胎气 没熬多久便一失两命 这件事城主不是知道吗 提到芸汐受伤的经过 夏侯卿的底气顿时没那么强了 公主趁热打铁 城主就因为一则谣言 撇下自己亲儿子的满月里 找来百花公 还怀疑你和我姐姐的孩子 就是芸领 夏侯卿一开始是没怀疑到 林芸头上的 只不过在送夏侯烟雨回去的路上 林芸那腿脚僵硬的单薄背影 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异常烦躁 头一次对回城主府产生了抗拒 最终她下了马车 来到了百花公 她知道芸霜并不欢迎自己 她也只是想确定那孩子究竟如何了 于是潜入了青云宫 青云宫是少公主的住处 作为城主 这个情报她还是知道的 她刚一进来 便被那个傀儡发现了 二人过了两招 傀儡打不过 就收手了 随后她就在屋子里 看见了芸汐的画像 芸霜冷冷地说道 芸霜是我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 与城主没有丝毫关系 城主没别的事 就请离开吧 我姐姐在天之灵 也并不想看见城主踏入百花宫 夏侯卿揪住她话里的破绽 为何是你姐姐在天之灵 而不是你姐姐与那孩子在天之灵 该聪明的时候你犯传 该犯传的时候你倒聪明起来了 公主暗暗咬牙 正色道 孩子都没见过你 根本就不知道有你这个爹 公主 公主 林茵苦大愁深地跑过来 那个女人又来闹事了 还惊动了几位长老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怎么什么倒霉的事都挤到一起儿 公主当机立断 轰走她 林茵快哭了 轰不走 她怀里捧着老公主与老夫人的牌位 弟子们都不敢动她 公主神色异冷 妹妹 原来你在这儿啊 云雪捧着牌位 强势霸道地走进了青云宫 弟子们围着她 却又不敢靠近她 唯恐弄坏了老公主与老夫人的牌位 这两个牌位是她自己立的 可弟子们依旧不赶不进 公主目光冰冷地朝她看了过来 你有什么资格捧爹娘的牌位 你早已被逐出百花宫了 云雪有恃无恐地说道 我被逐出百花宫 全是你害的 今日我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穿你的真面目 夏侯卿自公主身后走了出来 云雪一愣 成主 夏侯卿目光严厉地看住她 这时 苏小小也赶到了 四大长老紧随其后 娘苏小小率先来到公主面前 她看到一旁的夏侯卿 眼底闪过一丝亚异 成主 夏侯卿微微汗手 未须没戴面具 但幸亏刚回来 还没来得及喜去一容 她想了想 又从怀里掏出面具戴上 夏侯卿 其实看到了她这一动作 但也只当她是爱于人多 不便以巴痕世人 为疑心其他 上一次云雪来闹事时 只有齐长老与岳长老在百花宫 如今 仪长老与冯长老结束闭关 从萧山回来了 四大长老都在 少不得要将此事做个了结 不允许云雪继续污蔑云霜公主 以长老自立最老 她拄着比人高的龙头杖 来到云雪面前 不怒自威地说道 先把老公主与老夫人的牌位放下 云雪道 放下可以 不过我先说清楚 我之所以带了爹娘的牌位过来 绝不是要以此要挟什么 而是想当着二老的面 揭穿某个人积蓄已久的阴谋 公主捏紧了手指 云雪将二老的牌位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院子里的石桌上 今日四大长老都在 城主也在 我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宣布 你们的少公主云林 不是云霜的亲儿子 是他从外头抱回来的野种 苏小小挺身而出 我大哥明明是我公共婆婆的儿子 云雪一时被他称谓里的关系 弄得有点耳猛 你又是谁 林英道 我们百花宫的二少夫人 云雪醋梅 二少夫人 林英就道 对啊 我们公主和端木大侠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是少公主 一个是二公子 云雪的目光扫过公主 落在魏须的身上 魏须一秒入戏 对公主轻声道 不必担心 有我这声音 是他 那日在院子里陪几个孩子玩耍的男人 不过 他是谁呀 魏须故作不懂地问 公主道 她是我那已经被逐出家门的大姐 喜郎 幸亏你回来了 不然我今日可说不清这孩子究竟是谁的了 一个两个都嫌得蛋疼 跑来质疑我们儿子的身世 其郎 我们儿子 他是云霜的男人 云雪的眼底充满了不可置信 天底下的好事全让云霜一人战尽了吗 为何连这个男人也是云霜的 由于太震惊 他忽略了公主口中的一个两个 否则 他若知道夏侯卿也在质疑凌云的身世 甚至怀疑凌云是云熙的儿子 他恐怕就能根据手中的线索猜出凌云的身世了 而凌云的身世一旦曝光 对他夺回百花宫是十分不利的 他绝对会及时收手 可惜了 他压根而没去想夏侯卿为何在这里 他甚至暗暗窃喜 夏侯卿如此在意百花宫 如此在意云熙 一定不会让百花宫落在一个骗子的手中 他讥讽一笑 你不承认是吗 好 我让你见一个人 说吧 他拍了拍手 他的两个心腹手下 带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妇人 自人群后方走了过来 当看见妇人的仪煞 公主的脸色瞬间变了 四大长老也认出了她来 其长老道 钟妍 你不是离开千山岛了吗 钟妍曾是老妇人的贴身婢女 机灵可爱 深受老妇人疼爱 老妇人临终前 把她交给了芸汐 芸汐后来受了伤 要去萧山养伤 她又来到了芸汐身边 芸汐假死 离开百花宫秘密产子一室 她并不知情 但芸汐突然之间假装有孕 她是知道的 芸汐的假肚子 就是她给缝制的 后来芸汐从外面抱回来一个孩子 声称是自己的骨肉 她作为芸汐的心腹 并不敢过问孩子是哪里来的 后来 她结识了一个岛外来的传家 想离岛与对方过日子 芸汐答应了 只是没料到 她不敢看公主 愧疚地低下了头 芸汐得意地说道 钟妍 把你当年见到的一切说出来 你放心 有几位长老给你做主 你不会有事地 公主通心疾首地说道 钟妍 你答应过我什么 公主 对不起 对不起 钟妍哭着将芸霜假孕的事说了 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苏晓晓在芸汐的脸上 看到了毫不掩饰的得意 在公主娘的眼底 见到了遭人背叛的失望 公主娘有没有那么一刻 后悔过当初没灭钟妍的口 苏晓晓很快便有了答案 即使再来一次 公主娘也不会选择用灭口的方式来保住秘密 如果她做了 那就不是她了 错的是钟妍 是芸雪 不是心怀良知的她 娘苏晓晓轻轻握住了公主冰凉的手 芸雪嘲讽地说道 承认吧 芸霜 你的大儿子是外头抱回来的野种 你的小儿子想必也是吧 不然 为了防止今日这种事发生 你早把少公主之位换给你的小儿子了 芸雪这会儿倒是机灵了 抓住了各种关键 她接着道 四位长老 百花公是我们芸家的心血 你们忍心让她落在一个野种的手中吗 我知道 我当年被逐出了百花公 各种骑士有所误会 不过过去多年 举证艰难 我个人能否沉原得雪 我已不在乎 可我的孩子是真真正正的芸家血脉 他们与芸霜的两个野种 谁更适合继承百花公 长老们应该有决断了吧 百花公当然不能落在来历不明之人的手中 四位长老看向公主 一长老道 公主 请你给我们一个解释 其长老道 不对啊 少公主长了一张芸家人的脸 怎会不是芸家人 芸雪早已认定了芸领是野种 又自动忽略了这句话的价值 世上相似之人何其多 像又如何 几位长老若还不肯信 我也带了吻婆过来 一看便知她是否生过孩子 未须看向儿媳 能看出来 苏小小微微点头 她没说的是 这个看严格说来是燕身 只不过当着城主与未须的面 芸雪维持自己的矜持形象 没讲出燕身二字而已 这是一个死局 苏小小从容地说道 谁知道你这个大夫是哪里来的 娘 我去请鬼婆婆 相信以鬼婆婆的医术 无人能够质疑公主捏紧了苏小小的手 阻止了她 苏小小愕然地看住公主 娘 夏侯卿的目光也落在了公主的脸上 事到如今 你还不肯说实话吗 苏小小刷地看向了夏侯卿 城主的眼神与语气 怎么好似有些不对劲 夏侯卿目光如炬地望着公主 你宁可让她背上野种的骂名 也不愿承认她的身世吗 若说先前 她还不敢完全确定 那么芸雪插的这一杠子 无疑给足了她全部想要的证据 公主挣扎地闭上了眼 芸雪自意一笑 是啊 三妹 她是你从哪家抱回来的孩子 说出来就是了 做不了百花宫的少公主 好歹能堂堂正正地 当个千山岛的岛民 总比被人骂作野种强 你说呢 你给我住口 你给我住口 未须与夏侯卿一口同声 你们别吵了是凌云的声音 弟子们自发地让出一条道来 凌云迈步走上前 对四位长老道 你们别为男我娘 她没做错任何事 错的是我 我不该来到这个世上 我这就离开百花宫 凌云花蓉失色 少公主 未须阔步而来 高大的身躯护住她 如父亲一般拉住了她的手腕 百花宫容不下你 爹带你走 夏侯卿大步迈来 抓住了凌云的另一只手腕 目光冰冷地看向未须 带她走 本城主同意了吗 第1025章真相大白 我和我儿子的事需要你同意 谁是你儿子 你别以为我不知情 二人为了凌云当众翻脸 云雪与四大长老 以及所有百花宫的弟子都看猛了 公主的男人暂时不提 相处时日尚短 其脾性如何 不予评价 可夏侯卿做城主多年 他什么性情大家还是明白的 早年的他 有着年轻人的义气风发与冲动 伴随着年龄渐长 阅历渐深 他早已打磨出了一副处事不惊 泰山崩玉顶 也能沉着应对的性子 如此毫无理由地与人动怒 上属头一次 卫须 你放手 别伤了我儿子 夏侯卿被彻底激怒 你也放手 再敢乱认儿子 本城主杀了你 卫须放了手 他是当真不想误伤到凌云 凌云对夏侯卿冷淡地说道 你也松手 夏侯卿咬了咬牙 缓缓松开了凌云的手 下一秒 他一拳朝卫须砸了过来 卫须及时出掌 扣住他的重拳 二人彼此看了一眼 余光瞥向了凌云与公主 苏小小 还算有默契地往旁侧一同掠取 百花宫的弟子们 机敏地退散到边上 唯恐被两位大佬的功力波及 云雪自认武功高强 但见众人躲得如此干脆 连云霜都拉住两个孩子 退到了廊下 他不免也朝旁侧移了两步 二人都为使用兵器 最本源的过招 拳拳倒肉 掌掌阵骨 看得人血脉喷张 云雪的目光 无法从未须身上移开 他今日戴了面具 可云雪早见过了 他俊美无双的脸庞 他高大魁梧的身姿 与城主交手 也不落下风的功夫 一朝一世间 皆充满了迷人的魅力 与磅礴的力量 公主也看得目不转睛 不过他不是看男色 是看热闹 他下意识地去掏荷包里的瓜子 苏晓晓摁住了他的手 小声道 娘 人设 人设相公与城主干架 做妻子的应该很担心才对呀 公主回过神来 倾咳了一声 依依不舍地把瓜子放了回去 皱紧眉头 逼出一副担忧不已的表情 苏晓晓对灵音道 板凳也拿走 敲咪咪搬着小板凳过来的灵音 又默默把小板凳搬回了屋 四大长老低声嘶语了几句 纷纷点头 以姨长老为首 朝公主与灵云 苏晓晓走了过来 姨长老开口道 公主公主道 我明白 灵音 带几位长老去明星阁 我马上就来灵音对几位长老道 姨长老 冯长老 齐长老 岳长老 请明星阁就在青云宫 是一时所用 但由于灵云并不怎么热衷 少公主的职责与权势 是以明星阁基本处于闲置的状态 四位长老随着灵音去了 公主对苏晓晓与灵云道 你们两个是在这里等我 还是去飞云宫 大哥觉得呢 苏晓晓尊重灵云的意见 去书房吧 灵云说 这是留在青云宫的意思了 也是 去了飞云宫 城主也会跟过去 公爹为了不让城主 纠缠灵云 只能和他从青云宫 打到飞云宫 可飞云宫里有四个孩子 以及正在养伤的苏轩 不如留他俩在这里过招 苏小小叹了口气 如同一个小长辈 慈爱又心疼地拍了拍灵云的肩膀 灵云 二人去了书房 公主去了明星阁 四位长老坐在两旁的太师椅上 灵云站在主位旁 公主坐上正对大门的主位 四位长老起身行了一礼 公主道 几位长老不必多礼 请坐四人坐下 灵云自觉出去 在门口看守了起来 倒不是防着本门弟子 本门弟子都中规矩 而是防着云雪突然过来偷听 一长老是四大长老之首 他当然不让地开了口 公主 今日百花宫发生的事 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交代 公主说道 我当年的确是假运 云岭不是我轻生的 他没提未听 因为几位长老都知道那是他认下的义子 他怎么疼这个义子都好 在外宣布他是轻生的也没所谓 只要云岭的的确确是云家的血脉就好 七长老问道 可他为何与你长得如此相像 难道真是巧合 公主纠结了片刻 如实说道 他是姐姐的孩子 挤人脸色一变 一长老不可置信地问道 云西公主吗 他有两个姐姐 但显然不会是云雪 公主缓缓点头 是 几人倒抽一口凉气 七长老问道 当年云西公主不是怀胎五月便去世了吗 公主回忆起了伤心的往事 眉宇间涌上几分惆怅 姐姐是假死 实际寻了一处隐蔽的地方静待生产 姐姐受伤后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她想把孩子生下来 可又担心这孩子一出生便遭人陷害 于是想让孩子隐姓埋名一辈子 让我给孩子找一户好人家 永远也别对外宣布她的身世 可我舍不得姐姐的孩子流落在外 于是想到了假孕的主意 把孩子当成亲生的抚养 姐姐本就是公主 她的孩子既成公主之位 无可厚非 几人恍然大悟 一长老 难怪仔细一想 少公主的确更像云西 众人之所以没怀疑是云西的孩子 一是云西已去世 二是云西与云霜 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 二人的容貌本就相似 就算云岭与云西 一个模子刻出来 大家也只会认为 是同位云家血脉的关系 外上可以像旧 为何不能像姨母 一长老顿了顿 看向公主到 少公主的父亲 是城主吧 冯长老 其长老与岳长老 也齐齐朝公主看了过来 这也是他们心底的猜测 不然城主今日的反应 说不过去 再者 少公主的鼻梁与眉眼 也的确有几分城主的影子 他们从前不敢往那儿想了 公主再次点头 是 几位长老沉默了 云西公主是如何遇害的 他们心知肚明 如夫人不是省油的灯 她的背后是整个天玉堂 再加上天玉堂 又与千姬隔联了阴 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容不下少公主的 更别提城主府 还有几个对城主之位 寄予已久的意思 公主愧疚地说道 很抱歉 对几位长老隐瞒了这么久 寡言少语的冯长老 难得说道 这也怪不得你不宣布凌云的身世 是云西公主的主意 云霜公主作为下一任公主 必须执行上一任公主的命令 最重要的是 少公主的确是云家的血脉 以长老叹道 这种事 的确越少人知道越好 你和云西公主 也是为了保全少公主 看城主的反应 分明已知晓 少公主是她儿子 公主后续打算怎么办 要让城主 将亲儿子带回城主府吗 岳长老担忧道 少公主是城主的长子 恐怕 由不得百花功呀 公主醋了醋眉 院子里 魏须与夏侯卿 已过了上百招 夏侯卿的眼底 闪过一丝狐疑 书房 苏晓晓吃着橘子 拽了拽凌云的袖子 你再不制止他们 城主该怀疑爹了 西晋的什么高手 能和城主打那么久 凌云 我想看她挨揍 原本还幽著的未须 耳间的听到这话 一拳将夏侯卿打成了熊猫眼 夏侯卿 旨白疙伤 尽口